你好 歡迎收看10月2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路易慧 花蓮港第一次迎接全新列車進港卸貨 這支台鐵局新採購的EMU900型通勤電聯車 在24號上午在花蓮港上岸了 許多鐵道迷都到場見證著歷史4.1克 台鐵局表示 EMU900堪稱是地表上最美的通勤列車 不只外型、內裝、美觀 更兼具著行車安全還有提升貼心服務 更重要的是運能可以增加4成 79歲的國王蒸汽火車載了100位鐵道迷 駛進了花蓮港碼頭 要迎接新道港的EMU900型通勤電聯車 台鐵局長張振元表示 EMU900堪稱是地表上最美的通勤列車 除了外觀與內裝設計有專屬的美學團隊來主導 在巡車安全、服務品質也有特別要求 而一輛10列的EMU900電聯車更增加了4成的運能 我們的新的EMU900型 我們的安全提升了 我們在駕駛室 我們配置的有TCMS 隨時可以監控 也可以監測 車廂內的溫度 各項的展示 如果有意外 像是火災的發生等等 它都可以直接的感應 可以操控 大家都說 它是地表上最美的通勤電聯車 這要感謝我們美學小組各位委員 跟我們的支持 我們最主要有三個很重要的升級 第一個是我們的無障礙設施升級 我們的輪椅的座椅加倍 我們的自行車有12個自行車車架 而且是歐洲最新的歷史的車架 我們對孕婦 我們的婦女 我們也特別的關照 我們的婦女有專用的婦女孕婦特別做 也可以放娃娃車 很重要的是我們增加了運能 我們這次的通勤電聯車 一個編組有10個車廂 然後我們把車廂裡面的空間極大化 所以我們的運能增加了40% 在現場長官貴賓還有鐵道名的見證下 來自韓國的EMU900型通勤電聯車 由大型吊車緩緩下降靠岸 並且由國王蒸汽火車頭上前迎接 象徵著台灣鐵路的世代交替更加進步 台鐵表示 10月24號交車兩列共20輛 將先行測試三個月之後 預計在明年農曆春節前可以正式上路 後續還有50列500輛電聯車 在112年前會全數交車 而至於舊車會逐年淘汰 以提升鐵路的整體服務品質 還有行車安全 記者旅會華聯港報導